在傳媒座談會上,新聞局重申政府對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修訂沒有既定立場。 原則是由業界自行決定,應否設立自我監管組織,以及有關權限和運作方式等。 不少與會人士都容約發表意見,有與會者認為修法是必須的。 關於新聞法的修訂,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必須。要保障新聞業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基礎上,要充分地結合民調、政府和新聞界的意見。 亦有與會者反對修法,又指出件事,不少市民認為本澳傳媒界已經有太多規範。 自立得太重要了。既然我們未發揮到我們第四權力最好的效能出來,任何有可能會牽制到我們新聞自由的東西,我都會堅決反對。 亦有與會者認為是否修法和設立委員會應該分開處理。有與會者亦建議當局訪校其他地方設立資訊自由法,有助訊息流通。 澳門電視台機者,曾孝宇報導。